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陸媒 媽媽坐高鐵 下車發現屁股後面濕了 她公開與習近平唱反調 還是習修整戰略 大陸油貫車事件發酵 APP下架貨車軌跡查詢功能 突發 勒龐2027恐無法選總統 最高判10年 罰檢方控四大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7月11號星期四 今天副頻道是重磅內容 結尾會介紹今天副頻道內容 歡迎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得到真實的資訊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陸媒 媽媽坐高鐵 下車發現屁股後面濕了 大陸一名女網友控訴 她在乘坐高鐵後 身體突然開始莫名發癢 求診後被醫生告知是真菌感染 讓她相當傻眼 據陸媒報導 這名網友曬出褲子 沾上惡心黃字的照片 崩潰發文 你永遠不知道上一個人在座位上幹了什麼 她呼籲大家乘坐高鐵一定要穿長褲 並用酒精或濕紙巾擦拭小桌板 貼文曝光後 高鐵座位的衛生問題再度引起關注 網友紛紛留言 上次坐高鐵 就看到有人把腳放在桌板上 媽媽有一次坐高鐵 下車發現屁股濕了 還發臭 懷疑是小孩子在座位上尿尿 不少網友分享了類似經歷 我之前穿短褲坐高鐵 下車後大腿開始癢 去醫院檢查 真菌感染了 從那之後 我都帶一次性坐墊 上週穿短褲坐高鐵 腿上一直癢 回到家好像傳染給我老公了 上次高鐵下來 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疹子 對此 中國國鐵集團表示 高鐵座椅套每隔180天換洗一次 乘客若發現座位有髒污 可向列車工作人員反映 工作人員將實時處理 他公開與習近平唱反調 還是習修整戰略 中共黨魁習近平上台後提出 東升西降 中共傳媒近年更高舉 美國衰落論 中共前駐美大使崔天凱近日公開唱反調 7月7日 崔天凱在上海科技大學畢業典禮致此稱 全世界包括美國人 自己都在重新認識美國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 迷信美國 盲目崇拜 顯然並不科學客觀 但另一方面 如果認為美國將一蹶不振地沒落下去 也是一種片面和絕對化的認識 同樣不符合實際 不符合客觀規律 崔天凱提到 美國確實有很多問題 但是它的軍事 金融 科技創新的實力 以致文化影響力依然在世界上領先 11日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中華民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振修表示 習近平上任後鼓吹 東升西降 配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 強化他領導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現況讓民眾 尤其是知識分子知道 實際並不是像中共文宣描繪得那麼好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差距不僅沒有拉近 甚至這幾年 習近平的錯誤政策令雙方差距越來越遠 中共反而擔心 美國衰落論一旦失控的話 反而會讓人民回過頭來 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崔天凱講這番話等於幫官方澄清過去激進的論點 或者帶來一個較務實 看待美國的方向 否則 崔天凱亦不敢公然 跟習近平唱反調 龍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賴榮偉認為 崔天凱的發言 代表中共高層 有一股比較保守的聲音 希望跟美國交流接觸 過分激烈的民族主義對於國家發展來講 外企 台企 根本沒有人敢去中國投資 大陸油罐車事件發酵 APP下架貨車軌跡查詢功能 油罐車混運煤製油和食用油事件在大陸持續發酵 最新消息顯示 專門用於查詢貨車定位信息的 發貨幫APP突然下架軌跡查詢功能 7月11日 21世紀經濟報道稱 發現發貨幫APP通知 貨車定位功能 處於升級維護中 後台無法使用及查詢 發貨幫APP客服也證實表示 目前查詢貨車軌跡的功能無法使用 核實恢復無法確定 報道稱 從7月10日起 發貨幫APP就緊急下架了貨車軌跡查詢功能 發貨幫APP貨車軌跡功能 是為了方便大量貨主和民眾查詢貨車定位信息 報道稱 因此有人通過該信息 追溯到問題油貫車半年內的軌跡 網民留言說 早不下架晚不下架 現在下架 早不升級晚不升級 這時候升級無益於助紂為虐 老百姓能查到軌跡 給你關了 太 太黑了 見面新聞報導 7月9日 社交平台上名叫高建黎的博主發布視頻節目稱 通過《新京報》報導中貫車過襯時的電子襯 收集到其中一輛設施車輛的車牌 車牌號為G15476W 利用開源的定位平台查出該貨車行車軌跡 軌跡顯示 該貫車先拉煤油 又到中訪良油 東莞有限公司裝上食用油 還到陝西咸陽的 金龍魚食用油工廠卸貨 7月10日 第一財經記者試圖用第三方數據平台 查詢此前媒體和自媒體博主曝光的那輛油貫車的軌跡 發現已無法查詢 一家貨車數據服務平台的人士證實 該車軌跡9日尚能在外部數據庫查到 10日已消失 突發 勒鵬2027恐無法選總統 最高判10年 法檢方控四大罪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洲議會選舉大敗後解散國民議會 藉此打擊右翼勢力國民聯盟 7日 法國國民議會選舉落幕 左派新人民陣線或較多席次 右派國民聯盟 沦為第三 法國媒體突發報導 巴黎檢察官辦公室指控國民聯盟領導人 馬林勒庞涉嫌貪污 偽造 欺詐及非法獲得競選資金 公開消息顯示 法國選舉費用趨售法國國家競選賬戶和政治融資委員會 CNCCFP審查 法國世界報報導 勒庞在2022年總統選舉時花費約1,150萬歐元競選資金 其中部分經費被CNCCFP認定違規 比利時歐洲新聞網也報導 勒庞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前接受與俄羅斯關係親近的銀行約940萬歐元貸款 曾引發民眾對其與克里姆林公關係的懷疑 勒庞解釋 因西方銀行拒絕貸款 他才向這家銀行求助 路透社報導 勒庞與國民陣線 曾在2016年前後 挪用歐洲議會助理資金支付國民陣線工作人員工資 預計他將在今年9月與其他24人一起接受審判 若指控成立 勒庞最高將被判10年監禁 並恥多競選公職資格5年 影響其參選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的權利 相關消息公開後 勒庞與國民聯盟工作人員未回應 一位匿名國民聯盟成員9日對法新社表示 他們通過電視報導才得知調查開始 路透社稱 儘管面臨法國檢方調查 勒庞仍不斷發表政治看法 譴責馬克龍與新人民陣線聯手導致國民聯盟無法執政 並將法國政治僵局歸咎於馬克龍 今天副頻道的內容是 北京宣傳部麾下的新京報撥翻浪湧 挑釁誰? 爆料 這些官員成了習近平的銀行 日本護衛艦一度駛入中國領海 日媒相當罕見 56攻擊越台海中線 台空軍公布監控殲16畫面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推動 我們要看您的支持 我們會不會再加上一步 那一步 兒子